金丝熊的智商 其实金丝熊这种小型的哺乳类动物的话 它的智商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可能也就相当于小朋友的一到两岁的一个智商 但它们的一个理解能力相对是比较强的 同时强化它的条件反射的一个次数 是相对比较短的 因为这种小型叶石类的动物 它的兴奋点比较高 所以说对于各种动作 包括一些食物的刺激 是非常敏感的 它的反射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我们在训练它的时候 训练一些基础的动作 包括转圈 打滚 装死 都是比较容易去训练出来的 但是这个跟它的智力并不直接挂钩 因为这个只是它对于条件反射的能力的一种表现 而不是一种智商的一个表现 智商主要表现为 它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的理解能力 而不是一种条件反射的一个表现